Wondercraft這麼厲害,全球都關得住,那我應該怎麼辦? 怎樣,Mickey? 我看到你了 現在Wondercraft這麼厲害,我應該要做 不用怕,Mickey,先檢查你的機器有沒有更新版本 首先,你先去Window Settings,然後去Update and Security 看看,Check for update 現在正在檢查,沒問題,現在最新的版本 所以你應該安全 再看看你的Window Defender 看看Window Defender上面的Antivirus definition 1.243290之後 這個沒問題,已經完全安全 你應該安全 平時你見到的電郵來力不明,你就不要開 另外,還有B名或Found Name都不要打開,不要站下去 另外,有空就記得要付訊 好,謝謝 Wondercrime當它爆發的時候 在上星期五,五月十二日 我們即時做了兩件事 第一,就是將我們Antivirus的軟件 新更新,讓我們調查到Wondercrime的封印 當我們用戶用我們的Antivirus software 便可以鋪鎖了Wondercrime的軟件 第二,就是這個分別 我們在三月份已經出了一刀 已經出了幾十年了,由1.0開始 很多舊的版本,我們都沒有支援 因為這件事太嚴重了 很多用戶還在用舊版本 例如Windows XP 或者Windows Server 2003 我們針對這幾個 我們已經不支持的Windows系統 我們都在五月十二日 我們很多同事做了功夫 都用了這個Patch 而將這個Patch公開了 令到一些已經無受支援 沒有被支援的Windows用戶 都是下載這個Patch 去保障自己的系統 其實我們覺得 無論是政府或是私人機構 都不應該收藏一些 他們已知的疑問 或是已知的病毒 這些東西很危險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收藏了 萬一這件事真的被人拿出去 做一些不法行為 是後果不堪設想的 我們建議任何政府 企業也好 或是私人也好 如果見到一些無能力 應該和這部門的溝通 讓它早些做予壓防法 令到整個世界安全一點 我們建議這樣 Microsoft 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全團隊 我們是一個保安專業的團隊 超過3500人在世界中 他們其實無時無刻都留意 在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我們的軟件有什麼不可欠 有什麼無能力 即時去做修補 這是一些保安專家 與此同時 因為我們都有很多用戶 用我們的系統 用我們的作業系統 我們見到很多很特殊的情況 在網絡上發生 我們如果這些是 跟網絡上最案有關係的 我們會調查所有資訊 當我們找到所有資訊 我們會和一些執法機構合作 去抵抗一些不法的情形 包括一些殭屍網站 Botnet Virus 我們都會和一些執法機構 一起為首 去防止這些罪行發生